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11月11日 日本出征越战越勇 周四晚上 2022世界杯亚洲区外围赛分组赛继续进行 其中越南将主场面对来访的日本 双方过往三次交锋日本保持全胜 优势巨大 此番即使面临压力 日本仍然海旋在望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越南毫无疑问是该组实力最弱的队伍 他们四战全败 期间入四球失实球 虽然越南球员拥有一定的脚法技术 但他们身材矮小 对抗性严重不足 而且对足球的理解远远不及大半队都在欧洲球会效力的日本 即使如此 越南依然希望凭借主场优势 在场内场外都威胁对手 首先媒体制造舆论压力 认为日本此行面临巨大压力 让对手球员背上心理包袱 其次 越南还在对手下榻的酒店上制造各项问题 以此扰乱对手备战计划 不过这些终归是盘外招 来到球场上唯有实力可说话 越南此番想捍卫主场实属不易 日本在世界杯外围赛开局相当平庸 四战分组赛过后仅取得二胜二负战绩 导致球队在日本国内受到极大舆论压力 诚然 日本在分组赛前三轮都没有踢出应有实力 但上仗和身体优势明显的澳洲交锋 却做到以技术压制对手 虽然最后依靠对手乌龙大理获胜 但总算踢出亚洲强队的风范 不过日本目前进攻火力并没有得到完全释放 四战分组赛过后只有大破永野和田中必取得过世歌 其他球员还未找到射门靴 此番做客越南 可以预料对手将会充分发挥主场优势 为客军制造场内场外的麻烦 但日本国角们凭借扎实的基本功 和碾压对手技战术的运用 日本金扑带走三分 还是不在话下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感谢您的鼓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